一窝小兔子 兔宝宝这是 哎呀 这两窝小兔子 太可爱了 慧慧 今天咱做啥吃 这不是兔年了吗 今天咱们做一个小白兔馒头 特别的好看又好吃 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盆里这个是300克的面粉 咱们放上三克的高活性酵母粉 再来5克的盐 白糖 放入5克的白糖 凑进酵母发酵 给它搅拌均匀了 咱们倒入160克的温水 这个面活得不得太软了 太软了之后做出来的造型 它容易塌 这个水三四十度就可以 不要太烫 下手给它揉成面团 面团揉好之后 直接放到揉面垫上 再给它揉光滑了 这个不用饧面 看一下 这样光滑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给它搓成长条 给它下12个小剂子 我这还活了一个紫薯的面团 给它做那个小花 还漂亮 就是这个紫薯切成块 蒸一蒸再活成面团 这个颜色挺漂亮的 对 看看 用模具给它做几个小花 再做个爱心的 取一个剂子 给它揉圆 然后呢 直接给它搓成长条 这根长度呢 大约是22厘米 两头对齐 然后呢 往上 这样子弄 再给它反过来 背面呢 捏一下 用一根筷子 给它做一个耳朵 再给它做个眼睛 嘴巴 用红豆呢 代替眼睛 再用个叉子 给它按一下脚业 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兔子 就做好了 然后在边边上沾点水 给它放个小花 这是兔宝宝呀 太看了 兔宝宝 盖上盖子 醒了10分钟 醒发的胖乎乎的 这样就行了 给它盖上盖子 给它选精蒸模式 蒸15分钟 时间到 先给它盖上两分钟 大家再看一下 哎呀 太可爱了 胖猪猪的 非常的蓬松 轩软 一窝小兔子 兔宝宝这是 哎呀 这两窝小兔子 太可爱了 这怎么好吃呢 哎呀 一口一只兔子 那个红豆不能吃 那个眼睛不能吃 太残忍了 来看一下 萌萌的 做这个的时候 这个面一定不要活得太软 如果说太软的话 不好做造型 看一下 非常不错 马上就兔年了 一定安排上这个小白兔 强烈推荐大家试一下 这种小白兔子 这种小白兔子